不只豪雨災情 花蓮昨天晚間 從七點到八點半之間 就發生了九起的地震 而最大的規模來到了五點四 讓這次位在鎮央的副禮鄉 不少的居民的住家受損 尤其是永安國宅的居民 家裡的牆壁 都出現了巨大的裂痕 連橫樑都移位了 花蓮縣副禮鄉居民 亮出自家照片 牆壁上是地震 造成的巨大裂痕 而驚人的景象還有 整面牆壁裂到磁磚 露出橫樑都移位 副禮鄉六號晚間 發生九起地震 最大規模五點四 鎮央就在副禮鄉 讓不少居民嚇壞 連花蓮玉璃分局 永豐派出所的梁柱 也出現軍列 六號晚間九起地震都在晚間七點到八點半 規模在三點五到五點四之間 地震搖不停 也讓副禮鄉長決定要來安置受災嚴重的居民 副禮村的這個永安國宅造成這個蠻嚴重的災害 撤離了兩戶 有一戶人家呢 現在已經到我們收手這邊 地震翻身 雨震不斷 吉祥決表示 未來三天內可能還有規模四點零以上的雨震 華盛雲花蓮 綜合報導 風格 音沙 風格 風格 一